一个六年级姐姐说 我知道这题你会 我就想看看你是怎么学的 为什么我一学这题就觉得很迷雾 真心求教 其实啊 我没有专门学过这个 如果之前让我做 我可能就会把其中一个根式移向一道右边 然后呢 两边红石屏幕影算一大堆 不过呢 前段时间 我做题用到了腹部员 我就想着 圆可以复住 那三角形肯定也行啊 这题怎么跟三角形复住车上关系的 这个呀 咱还得聊聊勾股定理的那些事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咱们都知道啊 勾股定理就是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相加等于斜边的平方 那按照这个呀 咱们其实可以推出来 这条A 就等于 C的平方减去B的平方 再开个根号 同理啊 这个B咱们也能知道 它是C的平方减A的平方 再开根号 勾股定理就是这样的形式 那咱们再看看这两个根式 它们跟勾股定理长得都很像 嘿 16它不就是4的平方吗 9不就是3的平方吗 那我改写一下 这是4的平方减X的平方 开根号 这是3的平方减X的平方 开根号 这样不就成了勾股定理吗 那好 咱们画辅助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这条直角边是X 然后斜边是4 剩下这条直角边 不不定理啊 4的平方减X的平方开根号 然后第二个直角三角形 这条边是X 斜边是3 那知道这条直角边 就是3的平方减X的平方 再开根号 体力告诉咱们 这两个根式相加等于5 说白了就是 这两件线段相加等于5 两个X还一样 那我就干脆把这两三角形 合一块呗 合一块就长这样 那这么看 这是3 这是4 然后这两件相加又等于5 干得漂亮 勾三五四 弦五 直角三角形 那这个X 它不就是斜边上的高吗 咱们知道三角形的面积 是底层高除以2 那咱们把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可以写成 5X除以2 也可以写成 3乘4除以2 这么一解啊 X就等于 五分之十二 五分之十二 诶 这儿还有个小坑 咱们在画幅度三角形的时候 把X默认为一个正处 因为三角形三边肯定是正的 但是啊 X是带着平方出现的 平方有可能是负的呀 那咱们把负的五分之十二带进去 一平方结果也是一样的 所以啊 这题的答应该是正负五分之十二 这题做完了 有些题啊 我就是边学边琢磨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协会的 感谢你看到这里 明天见 再见